屯門洞服人的攝飯單位我們看一看 由一房303呎開始 入門就有個圓光位可以把鞋櫃 轉入去就有一個長應的廳 還有樓底都OK高的3.15米 外連一個露台 看回去其實都很整齊 廚房就L型的 有齊柱櫃 還有一張接叠桌 浴室就好企理 睡房就好方正 半架窗 兩房就417呎 入門都有少少圓光 右手邊就做了一排櫃 廳就長應的 都是一個露台仔 用湯門 廚房都是L型的同一房差不多 都有一個折桌 室外 存物量都好幾多 門口還有一個存物櫃和鞋櫃 轉入去就睡房 半架窗 浴室就好企理 還有收納量都好多 最後就是主人房 有一個工作露台 還有它底座那邊 預留了一個衣櫃位 最後一間就是697呎的三房套 就放了一些傢俬 入門就沒有什麼圓光 放了一張長型的桌 一個長型的下方 餐廳 外連一個露台 廚房就改了一扇門 相當好用 轉入來就是一個L型的櫃桌 收納量都夠 雪櫃就陷在牆壁 這個設計不錯 睡房就做了上下隔床 好方正 走廊有一個粒位 做了一些儲物櫃 浴室的收納量都好多 第二間房 好整齊 最後就是主人房 放完床之後 三邊落到床 預留了一個大衣櫃 主人浴室就相差不多 現時Novolen 萬一元呎的氣煲 你覺得值不值 和 olacak 壓力 在衣櫃 中間 就會變成了 第五部 後面